廚師 廚師一早就開始處理烏魚 為中午的烏魚料理做準備 羽林區漁會已經是第16年來舉辦烏魚文化祭活動 現場除了可以讓民眾買到最新鮮美味的烏魚和烏魚籽 也有烏魚籽製作過程的示範 羽林區漁會更是推出200桌的烏魚大餐讓大家品嘗 冷冷的冬天吃著烏魚料理暖胃也暖心 因為我們本營館在我們大園性全國是在烏魚籽製作 加工和雍蝦是最大的一個重鎮 秘密並指要讓這個行業可以繼續做得好 我們今年已經有第16年了 基本我們的烏魚籽文化活動 今年因為剛開始的時候都要暖冬 所以說雍蝦的烏魚籽失修 雍蝦但是我們今年我們也是一樣 不少烏魚籽 我們用到我們烏魚籽 烏魚籽的烏魚籽 加工製作更有一個烏魚籽 讓我們消費者來享用 烏魚可以說全身都是飽 除了烏魚籽之外 烏魚籽、烏魚籽也是高貴的佳餚 烏魚肉煮火鍋和麻油酒更是鮮甜美味 烏魚籽也表示 烏魚籽中所含的油脂對人類健康相當有幫助 其中的營養成分更是可以保護心血管 烏金之名當之無愧 烏魚可以說全政府都補 因為它的魚肉可以吃 烏魚的烏魚肝是最好的一路菜 烏魚錶全都是膠原蛋白 烏魚籽還要說 烏魚籽對我們人體是非常幫忙 大家都一般都誤解說 烏魚籽有很大的蛋固醇 其實不是 烏魚籽的蛋固醇是好的蛋固醇 對我們人體是非常有幫助的蛋固醇 烏魚籽的蛋固醇 所以說這種烏魚籽對我們身體 每個都沒有排下的 在這裡我可以說 把烏魚籽消費者保證 烏魚籽的產季大概到過年之前 歡迎民眾把握時間到產地遊玩間選購 記者林鴻博採訪報導